大家好 升旗得讀 今天是2024年8月2日 今天是星期五 繼續來到星期五的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最新的香港時事 今天也來到農曆年 是6月28日 今年是甲晨年 今年是農曆年 我們這節要繼續跟大家 跟大家 講解這個叫做香港的時事 這一節 不好意思 又是跟的士有關 我數一下數一下 都發現自己跟大家說了很多的的士 的問題 所以 都會盡量是再客觀一點去說這個問題 坦白說 我講的士 跟的士司機過了那麼久 其實我已經 對他 是帶有 是很少敵意的 因為我已經說過很多次 其實我搭過很多的士 因為工作上的需要 經常都跟的士司機 是有談有談的 很多 的士司機都是做了很多年的的士司機 作為一個在香港的行業 我們真的沒有人否定 其實 在香港很多行業 是有它的困難和難處的 我們這件事是沒有否認過 所以不要覺得 我們針對 的士司機 而是整個行業 由於生態系統是有問題 又導致 整個行業對於 所謂叫做害群之馬 是不斷在爆鼻 舉個簡單例子 如果你說警隊有害群之馬 我們就會問 為甚麼 有害群之馬 你不快點找出來 很簡單的問題而已 我們對的士 車牌的制度 在說 炒賣的車牌 不是說政府發牌制度 以至整個生態系統 基本上是社會問題 來的 是唯獨香港 有這些問題 又或者說 香港這個問題 特別比其他地方更加嚴重 所以我們由始至終 去討論的士問題的時候 也是從時事的角度出發 去講社會問題 當然我們也同意 有個別的士司機的行為 是極度惡劣 甚至乎 只是危害他人 同樣地 香港社會 有很多壞分子 很多人渣 大家都知道 我相信不只是香港 我相信 全世界 世界各地總有 不少自私自利的人 而且我相信香港人也不反對 香港人 沒有人想做服務性行業 因為服務性行業 其實是相當之仇氣 這件事跟幾個因素有關 跟香港地小人多 是有關係 跟香港是一個大城市有關係 跟香港 原本是國際金融中心有關係 跟香港高樓價有關係 最後一種關係 當然跟香港人的人格 也有關係 我相信其實大部分香港人 自己也同意的 如果他 要負責服務一大堆香港人 應該 所有人 其實都會知道 其實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香港經常 有一句 叫做西客 有西公司 到底公司更新還是 客戶更新 這些真的沒有人知道了 我們不說粗口了 只是諧音 這節要說的是甚麼呢 話說有的士司機覺得很不公平 於是 就是打電話上電台 上到電台 說他覺得不公平的事情 然後又爆了金句 這位 的士司機姓岑 他打電話上去 是投訴 他說 為甚麼乘客可以投訴的士司機 但是的士司機不可以投訴乘客 他說這樣很不公道 我們就就這個說法作出詳細討論 首先我們知道這件事絕對不是只有 的士有這個問題 我們幾乎 剛才所說 任何香港的各行各業 都會有類似的情況 就是 永遠 客人是對的 客人可以投訴你 但是你 任何一個行業都不能投訴客戶 我就未聽過 有一個行業 可以投訴客戶 其實 你最多可以拒絕客戶的要求 又或者拒絕 客戶 接受你的服務 接受你的服務 但是我亦都 未聽過有任何一個行業 可以有投訴機制投訴客戶 所以這個的士司機說的東西 是語意不清 亦都不知道自己在說甚麼 基本上香港是沒有任何一個行業 是可以 是有機制 是投訴的乘客 因為我們說投訴 投訴不是說抱怨 大家不要搞錯 你可以對我抱怨 我可以對你抱怨 我可以對你不客氣 你可以對我不客氣 這個不是叫投訴 投訴是說有一個 機制 英文叫mechanism 即是說 是官方的 例如是公司 有投訴商 你可以寫信 去投訴 我們會處理你的投訴 這樣叫投訴 抱怨還抱怨 萬罵還萬罵 憎恨對方還憎恨對方 沒有人制止你 萬罵和抱怨 你可以萬罵 你可以抱怨 現在在說的是 香港的乘客 其實一直以來 香港的的士行業為人所救病的地方 就是因為沒有一個 合理的投訴機制嘛 去對付那些 經常所說的所謂 害群之馬嘛 你們經常說有害群之馬 其實大部分的的士司機 不是這樣的 是正常的 所以人家就說要有投訴機制 去把 害群之馬找出來 是不是 你開的士 你也不知道第二架的士是不是害群之馬 對不對 其實道理很簡單 有時候 香港很辛苦 講一些很簡單的道理 都要九牛二虎之力 正正是因為太多人 人魂逆魂 很喜歡 這個司機所說的 是小學邏輯來的 我不可以說邏輯是錯的 但是 如果你了解清楚甚麼是投訴的話 我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 所以我懷疑他只是說抱怨 抱怨 就不用 是有機制的 你任何時候你都可以向乘客抱怨 也可以惡言相向 不過不好意思 香港法例其實並不容許 的士司機 是對乘客抱怨的 這個是香港法例來的 是不是 的士司機雖然 我們也知道 未必要求你懂法例 但是那是法例的要求來的嘛 你做這個行業 的士司機所以 根據香港法例是不能 是對 乘客惡言相向的 如果你不滿意香港法例的話 我真的要問你了 本來不是想說政治 那怎麼可以修改香港法例呢 答案是不能修改的 政府的法例 你和我都控制不了的 當然我也不覺得法例其實有錯啦 作為服務性行業 你可以 種種的原因 拒絕客戶的無理要求 但是 不是代表你可以對他 惡言相向或者抱怨 因為所有行業都是一樣的 例如餐廳 餐廳適應 餐廳適應 都沒有辦法對客戶說不 所以餐廳的適應 是不是又應該投訴客戶呢 是不能這樣做的 其實比較理想的做法 就是好像現在 其實現代的 公共交通工具 大多數會在車廂安裝監控鏡頭 就是 遺免有爭拗的時候 揭罰證據 香港做得服務行業 基本上所有人都知道 如果 是舒服的話 根本就是個個搶著他做 就是因為香港做服務性行業 是相當之辛苦 所以 很多人 都寧願選一份文職的工作 如果可以選擇的話 如果沒有得選擇就沒有辦法了 這個世界有誰不想做特首 做高官 高高在上 你和我都沒有得選擇的 是不是 沒有辦法 在沒有得選擇的情況之下 有很多人要投身這個行業 但是投身這個行業就是要 迫著忍受這個行業 某些 負面的地方 當然這個世界肯定 很多客戶是不合理的 結果整個討論問題 又在失招 就是因為來來去去香港 是缺乏一個有效對的士司機 的投訴機制 導致 經常有他們口中所說的害群之馬 是出現的 如果我根本沒有投訴機制 我也不知道哪個是害群之馬 我怎樣幫你找回 你們說你們是 冤枉的 有一小部分 惡劣的司機 是害群之馬 導致整個行業 被他們搞亂的 既然有一個機制 去投訴 去找回害群之馬出來 這樣也有問題 其實來到今天 其實整個的士業界 你真的可以用 死性不改來形容 就是因為 跟整個制度有關 因為香港政府 是容許的士牌炒賣的 的士牌炒賣 又導致有很多的士會 是拿了很多好處 而這些的士車主會更加成為了 是香港政府的幫兇 在每一次的大是大非的問題上 他們全部 是化身 是政府的支持者 香港各種東西本身都跟政治有關 不知道為甚麼 這兩個星期 發明了一個新的用語 出來 是可以說 是把政治暫時放下 歸根究底 就是香港政府還是持有權力在手 最新的消息 聽話 的車隊 才會有車隊牌 不聽話 當然 是黑食 香港的情況 真的 制度永遠沒有改變 制度不改變 永遠都不會有解決的辦法 好 我們今節和大家 暫時揭露到這裏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做好支持六部曲 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好 我們今節時間講到這裏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盜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視伏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 可以一家人用 多少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嚴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一些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保證